可能你了解过北方十字军的历史 也看过和玩过关于北方十字军的影视作品和游戏 但是一说到北方十字军 脑海里跳出的是这样一幅画面 高大的骑士 厚重的方亏 白底黑十字的文章 作为北方十字军的代表 条顿骑士团给每个见过和了解过的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可是抱歉 他们只是参与北方十字军诸多势力中的一支 关于北方十字军 他的出现可是比条顿骑士在北方的出现早很多 下面就跟随我前往中世纪的欧洲 体验一趟波罗的海风情的十字军之旅 北方十字军的发生确切来说是由于1993年 罗马教宗塞莱斯廷三世发表演说 号召天主家国家净化波罗的海沿岸的一教徒开始的 可是早在教宗演说之前 欧洲北部的领主们就已经发动了数次十字军行动 这其中的第一次始于1147年 也是作为北方十字军历史的开端 历史上被称作文德十字军 在欧洲中世纪 曾经生活在现在豆沟东北部 以及波兰北部地区的菲拉夫人 被统称为文德人 而文德人这个群体中又细分为大大小小的部落 主要的部落有奥伯特利地亚 瓦格利亚 纳纳以及布米纳尼亚 文德人生活的这片土地气候温和 适宜耕种放牧 而且野生动物资源丰富 是皮毛的重要产出地 又由于沿海 渔业与海上贸易也很发达 这样的天赐之地 很快就吸引了来自复国境国家的注意力 这里面首当其中的就是邻居丹麦人 丹麦作为维京人的一只 同维京人一样 除了点开了抢劫天赋以外 还拥有经商的天赋 文德人的地盘对于丹麦来说 既是优良的贸易品来源 也是重要的贸易战点 但是丹麦对文德地区的侵略很不顺利 骄傲不逊的文德人 不仅抵御住了丹麦的进攻 而且还会时不时派出自己的海军 袭击丹麦国土 甚至插手过1040年代 丹麦国王斯文二世 与挪威国王马克努斯的丹麦王位继承战 除了丹麦人以外 波兰人 德国人 也都对文德人的土地感兴趣 波兰曾从十世纪后期开始 多次入侵波美纳尼亚 而神圣罗马帝国 曾经一度占领西部文德人的领土 并且强迫占领区的文德人 信奉天主教 但是983年 文德人大起义之后 不仅重新获得了独立 也将天主教驱逐出自己的家园 此后由于帝国内的领主 缺乏撒利安王朝皇帝的支持 与文德人陷入了军事僵局之中 当第一次十字军发起后 丹麦 波兰 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的领主们 惊喜地发现 他们拥有了一个新的战争借口 宗教战争 起初天主教会是反对动用武力的 他们期望于派出教士 用圣经赶化这些异教徒 可是冥完不化的文德人 拒绝了教会的好意 好吧 既然你们不肯信教 那我就拿刀架在脖子上逼你们信 但是动用武力 需要煽动人民参与的积极性 这时候一封来自马格德堡的匿名信件 传遍了整个德意志 信件中的大义是这样写道 文德人是十恶不适的异教徒 与他们战斗是上帝的旨意 他们居住的土地就是北方的耶勒沙拉 这些异教徒们占据着最好的土地 这片土地富含肉类 蜂蜜 玉米 和鸟肋 但是如果耕种得当 这片土地带来的财富会更加无与伦比 所以说 知道了这个消息的人 不论你是萨克逊人 法国人 洛林人 还是其他 这是您拯救自己灵魂的机会 如果您愿意的话 可以在这里获得最好的土地 这封信 通偏充斥着对土地和财富的渴求 没有多少对信仰的追求 但就是这封信 激起了贵族和底层人民贪婪的欲望 当然也确立了未来北方十字军的方向和目的 随着文德人遭受到来自四周天主教国家的压力越来越大 1124年开始 波米纳尼亚放弃了自己的信仰 加入到天主教大家庭 但是西部的文德人依然坚持着自己的多神信仰 于是1143年 带着征服的欲望 赫英斯带德伯爵阿道夫和萨克森公爵狮子海英里希 一起占领了瓦格利亚 并在瓦格利亚建立了德国殖民地 1144年 十字军埃德萨伯国被塞亚诸灭亡 耶路撒冷危在旦夕 教宗再次号召组织十字军保卫圣城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开始了 当消息传到神罗境内 南部的领主们纷纷响应教宗的号召 但是北部的领主们却表现得不太愿意 毕竟现成的肥肉在嘴边 为什么要跑那么远 去跟别人从沙漠里抢汤喝呢 他们向教宗请愿 表示他们应该去征服同世纪教徒的斯拉夫人 可能教宗也看出来了 这些人根本就不是想为上帝而战 而是想去抢钱抢地 于是规定 任何参与到十字军中的人 不得以金钱或土地作为条件同一教徒和平 除非他们真的接受洗礼成为天主教徒 在请愿的人接受这些条件后 教宗在1147年3月答应了这些领主们的请求 很快 在神罗北部 一支由丹麦人 范克逊人和波兰人为主力的十字军被组织起来了 这支十字军被分为两支 一支由萨克森公爵狮子海因里希 和布兰梅大主教阿达贝罗二世 以及丹麦的两个国王克努特武士和斯文三士带领 进攻奥伯特利地亚 另一支由美英词 柏兰登堡地区的主教领导 进攻娜娜 在得知针对自己的十字军被组织起来 感到大事不妙的奥伯特利地亚酋长 尼克洛没有坐以待毙 6月他主动率军侵入瓦格利亚 瓦格利亚人无不单是胡疆 欢迎同胞的到来 尼克洛接连摧毁多座殖民城镇 这惹弄得得意志的领主们 7月海英里希带领着大批十字军 攻入奥伯特利地亚境内 丹麦军队作为先锋部队包围了杜宾堡 但是尼克洛使用巧妙的军事计策 在杜宾堡附近的沼泽地中击败了丹麦人 而在海上 准备入侵旅根岛的丹麦舰队 也遭受到娜娜舰队的严重打击 面对海陆双势力的局面 丹麦人灰溜溜的跑回家 而丹麦人撤退后 海英里希带领德意志十字军 再次包围了杜宾堡 但是杜宾堡身处沼泽地带 城郭坚固 十字军一时难以攻下 而对于尼克洛来说 海英里希的军队也过于强大 无法正面硬刚 双方僵使不下 最后尼克洛提出 他自己以及守城的军队 接受洗礼改信 并且会奉献一大笔钱 给海英里希以换取十字军撤军 海英里希建议道图已改信 那么自己再受点前和平 也不算违反教宗的规定 于是在尼克洛完成和谈条件后 便解散了十字军 这边海英里希拿到的钱 又完成了任务 高高兴认回家去的同时 在娜娜的十字军 就没那么幸运了 与西边有一部分是贵族轻卫队参加不同 这边的十字军 完全是一帮无业游民 和狂热的天主教徒组成的乌合之众 他们进入娜娜境内后 仗打的不怎么样 烧杀抢掠的事情没少干 在眼见攻破下德明之后 这帮人率先上演了十字军的传统机器 抢自己人 他们迅速转进到隔壁的波美纳尼亚 禁逼天主教城市石切青 正在隔岸吃瓜的波美纳尼亚公爵拉蒂伯尔 看到直扑自己而来的十字军 感到一脸懵逼 我他妈都已经改姓了 还要来打我 带着部下急忙跑到十字军 要求与十字军领袖谈判 这下已经上头的十字军 才冷静下来发现搞错了 带着连连的歉意一哄而散 于是这次历史上被称作文德十字军的十字军行动 在一场闹剧中结束了 这次十字军对于教宗来说 是失败的不能再失败了 除了十字军上下都抢得盆满波满以外 对于天主教在文德人地区的传播 没起到一丁点作用 十字军逼迫了一些文德人改变了自己的信仰 但却没为他们建一座教堂 连圣经都没翻译成他们看了懂的文字 在十字军走后 这些人又迅速恢复了以前的信仰 虽然十字军没起到作用 但对于文德地区的破坏是惊人的 从奥伯特利地亚到波美纳尼亚西部 大量的村镇被毁 人孔损失严重 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 文德人经此打击后更加一蹶不振 领土逐渐被蚕食 到了118年一年 波美纳尼亚被神圣罗马帝国和波兰瓜分 文德人自此消失在历史之中 就在文德十字军发生不久以后 有了经验可循的瑞典 也开始利用十字军扩张自己的领土 1156年 瑞典国王埃里克发动了第一次的瑞典十字军 十字军目标定为芬兰 与其说是武力改进 不如说就是缠芬兰的土地 靠着这次十字军 埃里克攫取了大片芬兰领土 瑞典的势力也开始燃止芬兰 此后波罗的海再也没有过大规模的十字军活动 直到1193年 教宗塞莱斯廷三世号召天主教徒 向波罗的海的异教徒进攻 正式拉开了北方十字军的大墓 塞莱斯廷三世所指的异教徒 以及普鲁士地区信奉原始宗教的各民族 这个地区像一个蝎子插在基督教世界之中 东边是信奉东中教的罗斯人 而西边则是信奉天主教的波兰人 其实早在11世纪开始 天主教就由前来贸易的丹麦人和德国人 带到了尼窝尼亚地区 并在这一地区传播 尼窝尼亚人长期受到南边的塞米加利人 与东正教波罗斯克公国的骚扰 所以出于想争取神圣罗马帝国 作为自己强大的盟友 尼窝尼亚人对天主教并不反感 甚至图拉伊达的酋长卡波都皈依了天主教 并在后来去了罗马朝圣 虽然天主教会已经派出了主教去传播福音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尼窝尼亚人都愿意改信 当教宗发布十字军命令后 当地的主教对自己缓慢的工作进展感到十分不满意 开始强力安利当地人信教 不过这引发了迷怒 他自己也在1190年死于骚乱之中 1198年汉挪威主教贝特霍尔德率领一支十字军前往尼窝尼亚 准备使用武力说一副当地人皈依 但是遭到了尼窝尼亚人的强烈抵抗 贝特霍尔德本人也被杀死 他带来的十字军也几乎全军覆没 听闻此消息的教宗伊诺森三世表示 你们这些异教徒既不肯皈依又不肯自己去死 让我很难办 他号召发起对尼窝尼亚的圣战 于是尼窝尼亚十字军被组织起来了 亚01年 来自布莱梅的阿尔布希特带领十字军攻陷了李家 并被任命为尼窝尼亚才艺主教 办公地点就在李家 但是临时组织起来的十字军在完成任务后便一哄而散 那么谁来保卫这片新战领的土地 就成为了让阿尔布希特偷腾的问题 他灵机一动 向教宗建议 向修道院中的僧侣们武装起来 组建一支常规军团用来保护自己 教宗同意了他这个请求 于是保健骑士团就这样被建立起来了 与大多数建立起来的骑士团一样 保健骑士团内部管理严格 等级分明 团员皆为男性 终身不婚 由骑士 教士 以及普通团员组成 最初保健骑士团作为一个武装教团 附庸于阿尔布希特 主要任务是保护贸易线路 协助异教徒改进 但是随着骑士团人数越来越多 势力越来越大的时候 渐渐地脱离了阿尔布希特的控制 成为了波罗的海沿岸一支独立的武装势力 即使占领了李家 利涡尼亚人的反抗也从未停止 趁着图拉伊达酋长卡波去罗马朝圣的机会 他的那些受惡犀利的手下们纷纷反叛 烧毁了教堂屠杀神父 匆匆赶回的卡波与保健骑士团们 一起镇压了这次叛乱 卡波也成为十字军在波罗的海东岸的重要盟友 现代拉脱维亚的历史中 对于卡波的评论是两次分化的 他是将拉脱维亚带入中世纪欧洲的英雄 又或是拉街 2009年 阿尔布希特命令骑士团进攻拉脱维亚共国首都耶西卡 拉脱维亚向阿尔布希特投降 俨然成为波罗的海之王的阿尔布希特 又将目光表现了北方的爱沙尼亚 此时爱沙尼亚由数个部落组成 类似于一个松散的邦连国家 面对外敌合作有限 在尼沃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的协助下 阿尔布特开始侵入爱沙尼亚南部的萨卡拉地区 爱沙尼亚人在这一区激烈地抵抗来自李家的入侵 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内 爱沙尼亚得到了来自盟友诺夫·戈洛德的帮助 在重要中心城市西亚堡 爱沙尼亚人与李家展开了拉锯战 西亚堡数次沦陷又数次被爱沙尼亚人夺回 最终疲倦的双方在1213年签进了为期三年的停火协议 这对于阿尔西伯特来说是借停战巩固内部统治的好机会 但对于爱沙尼亚人来说并没有利用这个空档期 团结内部力量依旧是一盘散沙 1215年协议到期后双方战事重开 1217年9月21日决定爱沙尼亚命运的时刻来临了 在唯一陷进爱沙尼亚境内维尔扬迪西北 约11公里处的瓦纳姆萨村 阿尔布希特率领着李家的十字军和保健骑士团 带着卡布领导的尼沃尼亚军队以及拉脱维亚军队 与爱沙尼亚军队主力在此遭遇 爱沙尼亚方面本来应该得到诺夫哥罗德的军事支持 可是由于诺夫哥罗德迟迟未发兵 导致爱沙尼亚这次要独自面对天主教军队 爱沙尼亚方面他们有6000人 这是他们能征召到军队的人数上限了 但即使这样他们也在人数上遥遥领先对面 天主教军队这边仅有3000人 但优势在于十字军与保健骑士团的装备及训练度较好 阿尔布希特按照之前的阵型布置 将十字军和骑士团安排在中间 卡布的尼沃尼亚军团在右翼 拉脱维亚人则在左翼 爱沙尼亚人方面 根据不同的部族 来自萨卡拉的军队被布置在右翼 纳瓦尔的军队布置在左翼 而来自耶瓦尔的军队被布置在中间 爱沙尼亚人巧妙地将军队布置在森林之中 导致天主教军队的弓箭失去了作用 阿尔布希特命令全军冲锋 很快两军短兵相接 首先在中间 装备尽量训练有素的骑士团 轻松地击穿了爱沙尼亚人的阵线 爱沙尼亚人的中部的势力 导致了战线上的连锁反应 爱沙尼亚右翼的萨卡拉军团 此时正在与拉脱维亚人厮杀的难守难分 当看到中军溃带后 萨卡拉军团立马逃离了战场 而在天主教军队的右翼 宁温尼亚人确战了 当看到飞扑过来的爱沙尼亚人后 选择了撤退 转移到阿尔布希特所在的中军 共同追击逃敌 这导致了十字军右翼的空虚 被爱沙尼亚人绕了后 但好在大局已定 这支爱沙尼亚孤军随后 也被十字军的后卫部队击溃 爱沙尼亚军队经此一役死伤惨重 1400余名战士被杀 并且有2000匹战马被死 而天主教军队方面仅损失了100余人 尽管这不是爱沙尼亚 抵抗侵略的最后一次战斗 但是经过这次战役 爱沙尼亚主要抵抗力量瓦解了 本来联合起来的各部族也奋崩离析 现在只剩下被蚕食的命运 这场战役中 逆温尼亚领袖卡波战死 他死后由于没有子嗣 他的城堡图拉伊达被教会接管 作为李家高级祭司的住所 直到今天要保存完好 就在来自德意志的石子军 在波罗的海东岸大肆扩张的时候 西岸的丹麦和瑞典坐不住了 他们也渴望在东海岸进行扩张 于是这北欧兄弟二人 也组织起自己的石子军 向爱沙尼亚而来